再看到一年一次的面山面海教育与安全机制论坛 今年来到了第十三届 全国共有十七场 今天是来到卓西场 有八十位的学员 这一次一早来到八通关古道东段的登山口 与卓西乡公所、卓西登山协会 来认识布农族的传统领域 下午则是邀请部落的其老、学者、政府单位代表、民众 来一同分享、交流与对谈 从不同的观点了解相关议题 期待透过论坛能够推广知识普及化 以及提升对环境与生命的意识 一早学员就来到了八通关东段登山口集合 并且也由部落在地的七楼进行出发前的七福仪式 让整个上午的活动能够平安顺利 当代跟传统的东西做一个结合后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写线条跟现代的写线条 它是加强 这是一年一次的面山面海教育与安全机制论坛 今年来到了第十三届 全国总共有17厂 8月17号来到了卓西厂 与卓西乡公所、卓西登山协会、达巴纳协会 来认识布农族的传统领域 甚至下午也都有非常重要的讲师的课程 那今天的诗诗都非常的好 希望你们这一次能够在山林里面 不管是取得山林的还是我们布农族的传统文化 下午则是邀请部落的齐老、学者、政府单位代表 民众一同分享、交流与对谈 从不同观点了解相关议题 进行深度思考以及观念的突破 期待透过论坛能推广知识普及化 并且提升对环境以及生命的意识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